歡迎收看全球現場漫遊天下 我是李小如 這個星期我們來看的話題是 越南名列世界遺產的夏龍灣 每年都吸引數百萬的旅客造訪 但是快速的開發 帶來的垃圾污染 也嚴重影響了生態環境 無獨有偶 走訪了十六個國家 拍攝完成的紀錄片 旅遊爭代價 就赤裸裸地揭露了 國際旅遊的黑幕 希望可以改變旅客消費的方式 與在地人文可以共創雙贏 越南向來是東南亞旅遊的勝地 今年還登上了美國時代雜誌 全球最值得到訪的五十二個國家 地方排行榜 越南北部名列世界遺產的夏龍灣 以海上桂林的絕美風景 去年吸引了七百多萬遊客造訪 今年甚至還將來到850萬人的規模 而隨著攬車 主題樂園 豪華酒店 以及數以千計新住宅的聚集開發 夏龍灣的生態環境遭遇劇烈的衝擊 今年三月以來沿岸撈起的垃圾量 體積就達一萬立方公尺 足足可以填滿四座奧運規格的游泳池 原本生存在海灣的234種珊瑚 數量只剩下了一半 整個城市所產生的廢水 目前的處理量只有四層多 同樣的難題也出現在世界各地的知名觀光景點 上個世紀五零年代冒出頭的國際旅遊 數量從一年兩千五百萬趟 到二零二零年飆升至十三億趟 成長整整五十二倍 觀光旅遊從豐雅德精英嗜好搖身一變 成為一門全球型的產業 全球百分之八十的國家排名千五大的外匯來源 仰賴觀光旅遊 地球上每十個工作當中 就有一個與觀光旅遊有關 赶在今年暑期旅游旺机来临前 在英国串流平台上架的 纪录片旅游增代价 走访十六个国家 拍摄了一千个小时的影片 赤裸裸地揭露国际旅游存在的种种 荒谬不堪的黑幕 像是血淋淋地虐待动物 以满足游客的猎奇心 动物表演这项娱乐统计在全球 有五十万头动物深受其害 而一种所谓结合公益与观光旅游 体验在地不同生活面貌的公益旅游 让非洲东南亚等贫穷国家的孤儿院 数量大增 年幼的孩童被人从亲生父母身边抢走 只为了让有钱国家的善心人士 可以过一过公益的影 和一群人士们一起站在桌上 来拍摄 为了为了你做的演唱 所以为什么在其他国家的迹象 纪录片的后半段 透过印度的妇女计程车航 泰国清迈的大象自然公园 秘鲁马丘比丘周围三层的传统支部村 讓觀眾看到國際旅遊 可以產生的正面影響 那就是改變不良的消費方式 與在地人文攜手 共創雙贏 公視新聞 王滬文編譯 疫情過後 無論交通或是住宿的費用 都已經顯著的提高 預算有先的旅人 精打細算 各種用作家戶 像是幫屋主交花 看房子 甚至是遛狗照顧寵物 來換取免費住宿的平臺 就大受歡迎 而連鎖飯店也推出了低價的品牌 來搶攻窮油市場 美國平面設計師史密斯 過去一年裡有八個月 在世界各地旅行 遠距工作 同時探索世界 足跡踏騙了法國 摩洛哥與日本 韓國 最近落腳處是泰國 長時間旅行的省情方法 就是找免費住宿 我從美西西比 美國 我在這裡坐在家 他幫屋主刷油漆 打掃清潔 做家務 甚至照顧寵物來交換住宿 因為疫情之後 無論Airbnb之類的短租房 或者旅館等傳統選擇 都貴了兩三成以上 促使旅行者尋找更便宜的替代方案 各種跨國的家務換宿平臺變得熱門 使用者只要繳納一定金額的會費 屋主可以在出差外派或者度假時 找到旅客贊助 順便照顧房子 不用把心愛寵物送到陌生的寵物旅館 旅人也因此能夠免費住在一個更像家的環境 體驗更在地的生活 我可以只要在家裡 或者我也可以在家裡 成長帶動下 上一季會員增加了12% 達到16萬人 另一個法國的看房保姆平臺 No matter 半年內新保姆人數增加六成 美國的換宿平臺 Home Exchange 今年第一季會員數同比增長77% 交換次數增加六成以上 史密斯說 如果以每晚130美元 約4000塊台幣的旅館費用來計算 這一年來 自己靠著家務換宿 保守估計已經省下30多萬台幣的住宿費 在東南亞物價低的地方省得少一點 在法國 日本高物價的地方省更多 疫情過後 許多旅客受創的荷包尚未回穩 窮游風潮下 消費力不如從前 業者估計換宿市場還有很大的成長空間 旅行業者也注意到消費風向的轉變 增加經濟倉選項 高級連鎖飯店西爾頓 今年一月也推出新的經濟型旅館品牌Spark 還在四月宣布將開發一個低價位的常住型品牌 目標是吸引為數七到八千萬搭乘經濟藏旅遊的人 而這其中大約一半是只付得起低價住宿的年輕旅客 無論新聞是會準備 SDGS永續發展目標第二項是要消除飢餓 為了協助緩解糧食危機 法國 開發出了食物森林 有上千種的花草跟樹木 全部都可以吃下肚 而且大多都是抗旱作物 不需要耗費過多的水資源 走在森林中 戴斯球爾斯不時翻看身邊的綠葉草木 對於植物的生長情況看起來相當滿意 誰都無法想像這一片花草綠葉都是能夠肉菜做成食品的 今年42歲的戴斯球爾斯過去曾是一名護理師 從小就喜歡植物的他 在不少國家旅遊之後 發現部分國家維持著在森林種植食物的習慣 也突發奇想想要建造自己的美食森林 為了實現自己的夢想 戴斯球爾斯在2010年 自己去上了農林業的培訓課程 隨後動用資金 在伯根地布雷斯地區 買下了幾公頃的框地 開始種植食用性的植物 一開始的幾年內 以抗旱食物為主 在不修水源灌溉下 為土壤積蓄水分 我們會有想像 用作用用古代種類型的種類 幾年的時間 讓這片陣地超過2.5公頃的林地 已經種下了超過1000種可食用的植物 只要置身森林當中 一轉身 抬頭 低頭 肉眼的 都是能夠入口的食材 我們有一個大葉 採摘大葉 我們有些棵棵棵 我們在日本的棵棵棵棵 我們會有些棵棵棵棵 這種食物森林的概念 讓不少人驚豔 不論在高海拔 平原 或是容易乾旱 洪災的地區 都想要複製這種友善環境的經驗 打造另一片美食森林 因此在二零一八年成立了一個 以打造美食森林為主的非營利協會 每年會為全球各個環保組織提供計畫 培訓五百到六百人 投入造林活動 也為減緩糧食危機 盡一份心力 公文新聞陳述秉 SDGs第十二項 是確保永續性的消費與生產 荷蘭企業連身後事都顧及到地球的永續發展 他們推出了不用砍樹木的有機棺材 一個半月之後就可以讓遺體自動分解 回歸到大自然 精緻的白色外型具有現代感的設計 荷蘭生技公司推出蘑菇棺材 可不是誇大的行銷噱頭 為了保護環境 許多產品都必須把永續納入考量 現在連人類死後留下的軀殼都不能成為地球的負擔 長期關注環境保育 生技公司兩位30歲左右的創辦人 在森林中觀察到蘑菇能協助服務轉化新生 因而受到啟發投入環保棺材研究 每一口棺材都像這樣 把苔藓平鋪在內底 縱使外部材質不是傳統木材 依舊足以支撐人體重量 採取友善環境的喪葬方式是近幾年的趨勢 蘑菇棺採用可生物分解材質 不必犧牲耗費數十年長成的樹木 又可加速遺體分解 避免污染土壤 讓墳墓周圍的生態環境得以改善 如果民眾想要火葬 同樣有環保骨灰潭可以選擇 目前一口蘑菇棺材要價九百九十五歐元 同樣材質的骨灰潭則約一百九十七歐元 廠商每個月可生產約五百個單位的產品 銷往歐洲各地也與當地殡葬業者合作 提供民眾六個特殊墓園下葬 讓身後事也可以非常環保 公視新聞兩院編譯 智利法庭日前上演變裝審判會 星際大戰的大反派黑武士出庭受審 透過模擬開庭與律師辯論的程序 讓民眾瞭解法庭的運作 深化法治的觀念 而旁聽的民眾還擠報了法庭 除了肯定審判過程的嚴謹 他們也很滿意法庭接地氣的親民安排 星際大戰的邪惡反派黑武士帶著光劍進入法庭 準備受審 乍看以為是整人節目 其實這是智利瓦爾帕萊所示的地方法院 進行的模擬法庭 黑武士和代表律師握手之後 也高調地耍耍光劍才就座 這場星際大戰變裝會的模擬法庭 是當地文化遺產制的活動之一 目的是讓大眾瞭解法庭運作的過程 藉此深化民眾的法治觀念 透過電影角色的演繹 連中小學的孩子也能進入狀況 法庭播出電影片段作為證物 讓旁聽的民眾悔心一笑 雙方律師一來一往展開攻防 表情相當認真 觀眾席中也包括 尤達大師的Q版娃娃 還有變裝的電影人物 整個法庭作無虛席 小朋友還坐在地板上 民眾紛紛拿起手機 記錄這些趣味橫生的法庭畫面 最後黑武士被判處三十年刑期 而旁聽的民眾肯定邪不勝正 正義獲得伸張的結局 但是黑武士的隨護則為主子暴躯 公視新聞章所分編譯 希臘愛琴海地區的一個觀光小島 被國家遺忘 島上沒有銀行和加油站 人口也嚴重流失 到只剩下兩百人左右 現在就連學校都面臨要關閉了 課堂上學生認真看著地圖 努力記憶 但仔細一看一個班級 卻只有兩位學生 一名老師 等到畢業季過後 就只剩下一位學生跟老師 希臘的科帕蘇斯島 是佐澤卡尼索斯群島中的第二大島 然而這座島包括醫療 教育等基本生活條件相當缺乏 宛如被國家遺忘一般 生活在這裡的退休水手梅拉西斯表示 在島上生活的兩百名居民 像是國家的二等公民 儘管科帕蘇斯島是群島中的第二大島 還分成迪雅法尼跟奧林帕斯兩個村莊 但是每個星期前往首都雅典的船班 只有兩班 這裡是希臘知名觀光景點之一 每年夏天會有數千名遊客 來這裡居住觀光 但是島上沒有銀行 沒有郵局 也沒有加油站 就連學校因為缺乏失資學生 眼看著可能就要關閉 讓有小孩的居民未來 可能得離開 搬家到有教育資源的地方 在我們的學校在這時刻 都要關閉 我有一個小孩在這時刻 我懷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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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歲的瓦西利斯 預計下半年開始 就會轉往奧林帕斯的國中 跟姐姐還有其他七名學生一起上課 可怕蘇斯島的工藝品 方言跟傳統音樂 是希臘國家有名的文化遺產 然而島上的人口流失 就讓這些傳統文化的保存 岌岌可危 雖然西亞政府曾經為了減緩當地的人口流失 以補助或是減稅 鼓勵民眾移居到這些偏遠地區 但是居民抱怨 當國會議員總理跟總統來到島上時 只會做政治秀 一旦離開了 就彷彿又忘記了島嶼的生活問題 國人新聞陳頌比 伊朗首都德黑蘭 有一家彩色鉛筆專賣店 吸引了許多顧客前來尋寶 而老闆他也很自豪地說 他最古老的收藏品 是七十二年前製造的 但是由於科技的進步和發達 現在有很多稀有的顏色鉛筆 也不再生產了 老闆熱情的向顧客介紹 像彩虹般五顏六色的色鉛筆 位於伊朗首都德黑蘭的市集裡 有一間小店專門賣彩色鉛筆 就算現在市面上 已經有很多數位軟體來繪製圖畫 老闆還是執著於傳統手繪工具 我受到的顏色 我受到的顏色 我受到這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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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都在這裡 那些人都會有興趣 老闆说他只卖单只色签笔 而且还可以客制化 顾客想要什么样的色调 都可以向他订购 因此很多顾客专门来这里寻宝 从地板到天花板 证监店满满都是色签笔 除了像当地业者进货 也有从欧美进口来的 最贵的一支大概约66元台币 满足各种不同需求的顾客 所有模特儿都只是一个顾客 每个顾客都需要购买 每个顾客都需要购买 老板从小就喜欢铅笔 八零年代还跑去学习铅笔的制作方法 他最古老的收藏品为一九五一年生产的 但随着科技进步 很多笔在市面上已经不再生产 花十分钟建议学生购买钱 现在只上画画看 老板乐此不疲 他说不会将生意传给儿子 同时也很怀念彩色铅笔的黄金时代 所有孩子们购买完 眼睛闪闪发亮 将他们小心翼翼的放进书包里 公事新闻沈陆沛编译 感谢您这星期的收看 下个星期同时间 全球现场漫游天下 我是迪晓如 我们下周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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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